你现在听的是元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轮转天来 风湿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我刚刚买了一个最新科技的太空小灵精 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风湿骨痛了 哇,这么好啊? 那就买多个分享给儿婆吧 太空小灵精 可以在陆创意健康店买到 电话288248400 网址是3w.healthshop.com.hk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元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袁医生你好 Hello,Della你好,大家好 我相信在香港人对南瓜都不陌生 除了每年的万圣节里面 很多时装饰都做了南瓜灯笼、南瓜车 其实在南瓜上面 其实都经常在我们的食寮、食谱 或者是餐厅里面的餐单里面 都经常见到是一个食材来的 好像西餐那边经常煮的南瓜汤 它又可以做甜品 其实多吃南瓜有什么好处呢 袁医生可不可以帮你介绍一下 相信大家都会知道 胡萝卜素 南瓜对眼睛是好的 那里面那个 南瓜里面 除了我们叫做β-carotene 胡萝卜素 有lutin 还有很多胡萝卜素的不同的成分 在南瓜里面 这些全部大家都知道 对你的眼睛很好 那一杯南瓜汤 其实它的成分 維他命A成分 是差不多 你推荐的需要量倍的 OK 那还有维他命C 和β-carotene 当然是免疫系统 尤其是后面那方面 对免疫系统特别好 那如何保护呢 因为它会帮助我们身体 是制造很多的白血球 当然大家知道白血球 是令到我们身体的免疫能力很大 还有呢 原来南瓜汤对糖尿都很好 那我们很多研究发现 原来南瓜里面很多的主要成分 是可以改善我们身体移岛素抗拒这个问题的 是减低那个糖尿病的病情 可以拖慢它的病情 那同时呢 亦都呢 是减低我们身体的血糖的水平的 好了 那当然了 南瓜呢 亦都可以是有一种消炎 减低炎症 和呢 是减低我们那个关节那方面的风险的 好了 那 我知道呢 如果经常吃南瓜的人呢 是通常呢 那个炎症呢 亦都会减少的 那我们很多研究呢 都会 就是会 显示呢 为何吃这些那个胡萝卜素呢 会减低我们身体那个炎症的危险呢 那大家听到关节炎呢 发炎的关节炎 通常是什么呢 是类风湿的 类风湿的 这种一种自身免疫的发炎性的 那 还有呢 那个南瓜呢 可以帮我们呢 是控制我们的体重 那因为为何呢 我们南瓜呢 亦都有很多纤维的 对不对 那所以呢 你纤维的多的食物呢 令到你吃起来呢 是可以呢 可以耐饱很多 令到你不需要吃太多的 那这样的 那还有呢 南瓜呢 是属于一种低加努力的食物 那所以呢 对那些想减肥的人呢 是一个很大的帮助的 那当然呢 南瓜是对皮肤啊 和那个 那个皮肤都很好 很有帮助的 那尤其是呢 对我们那个头发那方面 都是很有效的帮助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南瓜呢 是对我们的心臟 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因为呢 南瓜呢 是有 甲 大家听到是 那甲呢 是我们一个 一个主要的 那个抗物炎之一 那很多人呢 都知道呢 就知道 甲呢 是会帮助你 对付那些高血压 这个问题啦 那大家呢 一听到高血压呢 通常那些人呢 都发 都以为呢 那甲呢 我们需要介盐 介纳 OK 但是2017年呢 有个研究呢 它说 你要吃得甲 继续吃得甲多的人呢 其实呢 对你那个 減你的血压呢 是更加厉害的 你減炎 很多人只会減炎 那原来是增加甲呢 那效果呢 是更加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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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尤其是对付那个 所谓的血压 那方面的问题啦 好了 那另外一个研究呢 发现呢 有些人呢 经常吃胡萝卜素的人呢 他们呢 就在那个心血管 那个死在心血管的危机呢 是会减低了很多的 那我也都知道啦 纤维 那南瓜里面的纤维呢 是对我们减低 我们那个胆固醇 和我们三甲油脂 非常之有帮助 那还有呢 南瓜呢 可以清我们那个肝 OK 那就是加强我们那个肝脏的健康 和呢 是帮助我们肝的排毒的 好了 那因为这方面呢 胡萝卜素啦 亦都可以呢 是预防癌症 那根据那个 那个美国的 国南癌症机构啦 的研究啦 他说呢 他说呢 在 因为胡萝卜素 Beta-Carotene 以及 南瓜里面 很多的抗氧化剂呢 是扮演一个 一个 那个 预防癌的 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那听到呢 因为很简单的一个食材呢 其实它已经 就是有这么大的功效了 就是一般我们东市人呢 所遇到的那些问题 现在我们最担心 都是那个心血管问题 那个癌症的问题的时候 那似乎好像这个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食材呢 南瓜呢 就已经在我们日常的食物里面 如果加贴内 已经可以做到这个效果了 是啊 那其实呢 那其实呢 要吃南瓜呢 一个很简单的 就是做一个南瓜湯 是的 没错 我自己的家的工人呢 他很会做的 那其实都没问题 你买一些新鲜南瓜 拿一些搅拌机 把她搅拌至溶 我工人都做的 他就用中式的方法 是吗 是的 用來炆南瓜 給點蒜頭豆豉 有時想豐富味道一點 加一點排骨 有時可能簡單一點炆排骨 炆出來後 軟軟的 我家中的小孩都喜歡吃的 因為南瓜始終有那種甜味 炆起來都很香 炆有時可以當甜品吃 炆也可以做甜品 鹹點吃 鹹鬆也可以 所以現在在市場上 街市上 很多時候都不用一定 要到冬天季節的時候都已經買到南瓜 當然10月11月的時候 南瓜當做的時候就更加好一點 還有現在也有很多不同的來源地 中國也有 日本也有 日本的南瓜都很出名 有時它的形態很漂亮 用來做甜品 或者有時整個中間 好像你說的南瓜湯一樣 這麼賣上來又吸引 這麼有益處都好 今天我們又可以一個很好的介紹給那些甜品 我們很強調 食物裏面要盡量吃不同顏色的 南瓜是屬於橙色的 是胡蘿蔔素的主要來源 我們在自然療化院裡 都經常強調 醫食同源 我們在日常的飲食 適當地選擇 其實對我們的身體健康有很大的益處 基本上我們都很強調 食物最好就不要吃一些工廠做出來的東西 炮製過一些process food 盡量就不要用那些 最好就是由農地直接進你的廚房 你的餐桌那裡 盡量的食物在這方面來做 是的 這個是最好最完整的了 但是現在香港開始春天了 香港也繼續有很多有機耕種的農地 農夫都很辛苦地種出了很多的農產品 大家也都可以 始終香港地方都是很容易去達到的 可以去到的地方 就算你說新界都好 大家可以上互聯網搜集一下 支持一下這些農夫 找最好的食材給自己家人 好 今天多謝袁醫生和我們今天的分享 我們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你的電話和袁醫生回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回診 可以Email去 cs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3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尋自然療法語力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了 好 感謝你 袁醫生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 好 感謝大家收聽 拜拜 各位好 幫我們